這個大陸的乘坐募客 他一樣就是在 你會發現在線上有很多是像這種 所謂的入口網站式的 那你就是到這幾個網站去 你就會發現哇好多課程 當然我們不可否認 就是還是良悠不齊 可是呢 至少太爛了不敢上來 因為這樣會丟臉 會丟到國外去了 這樣就不好 所以至少還是有一定的水準 不會說差太多 不會差太多 那我們往下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那個 在摩克斯的經營的部分 經營的部分 第一個 你會發現他們都會有什麼 像這樣電子爆 所以你看 配合天氣冷 就來個溫泉養生有沒有 所以這種課程就不能開在夏天 那就搭配這樣的 那他會有像這樣 然後又會給你一些小知識啊 你看這鎮修科大的 鎮修科大的 另外呢這個是浴網的 也就是浴網報 他就每個禮拜呢會告訴你 我最近有開什麼新的課程 對不對 我們就一個學習者的角度來講 我很希望看到有一些新課程的通知 假設跟我有興趣 或跟我專業有關的 我就可以進去看啊 對不對 看別人怎麼教 搞不好您覺得我教的比他好啊 那你就可以考慮了 那另外COSTA這個部分呢 這就是屬於付費的 這個部分在國外是屬於付費的 那他付費也不是全部都是英文課程 也有部分中文課程 包括台灣或是對岸的 都有 另外呢這個是對岸的 有沒有 中國大學MOP 他只要有新開課程 一樣會通知你 這樣OK嗎 他一樣有免費也有付費的 有免費也有付費 所以您可以看到說 其實大家 現在其實都很認真經營這一塊 因為除了我們少子化以外 別人也都是一樣 別人也都是一樣 他們必須要面對越來越 嚴苛的這種 學生環境 那在摩克斯裡面 很重要就是要做測驗 不然就交報告 因為他強調互動嘛 強調互動 所以你常常會看到這一種 你看像最近我有訂一個 就是那個親密的敵人 寄生從學 他也是只有大概五六週的課程 五六週課程 那他就會告訴你啊 這個我們小考的時間快到了 趕快來考一考 就是會有像這樣子的 那另外呢 也有些隨堂測驗有沒有 他說統計一下 那麼另外呢 也有部分 是屬於要交作業或報告的 但是這個相對比較少 老師應該很清楚為什麼比較少 因為修課的學生那麼多 你改這種作業要很花時間 對不對 所以他就會類似像這樣 其中時間要交什麼 所以可以給您看一下 像這兩個 像我剛剛講 教育廣播電台那個主持人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就是那個 宜蘭大學程老師 他有一個就是 王陽明帶你打土匪 明朝心理學的智慧發展史 題目也很誘人對不對 跟一般的那種比較 制式化的我們 學校裡面 就是要比較 稍微比較僵硬一點的 那種課程名稱 就會有些不一樣 就會有些不一樣 那像下面這個 這個是跟 體育大學有關係的 人魚線的 他這個作業就還蠻有意思的 他告訴你認識那些肌肉之後 要自己擺姿勢 拍照 交作業 比較不一樣 比較不一樣 所以就是您可以參考一下 因為其實 這種經營有很多 那原則上 其實 老實講 在線上的熱熱度 有時候 我們在經營的時候 比較不容易去控制 所以常常會收到一些 E-mail通知說 我們那個考試 延到什麼時候再截止 或者就會類似像這樣 請同學記得去完成互評 比如說你有交作業 照相的作業 那他同學之間要做互相評分 互相評分 就會類似像這樣子 所以 有很多種這樣的方式 當然問卷也是一定會有 問卷也是一定會有 所以 經營方式有非常多 那我們呢 透過這個方式 先跟老師稍微這樣簡單介紹一下 可能就會比較清楚 最後就是這個 我們剛剛講的 摩克斯也可以所謂的課程認證 那這個是最新一期 就是在暑假那個時候 8月21 他有結合了這三個網站 浴網 台灣Line 應該兩個 就是他的課程 那你有選修某些課程的 他上面就有寫有沒有 比如說像我們剛剛人魚線啊 某些課程 他你通過這些考試之後 就是你有看這些線上內容 通過考試之後 他會發給你所謂的證書 代表你已經怎麼樣 通過了 確定你有修完這門課 只是他要多一個手續費就對了 多一個手續費 這樣 老師是不是就對 摩克斯的經營就比較 稍微有個概念了 那麼 等一下呢 我們再跟老師最後再介紹一個 除了摩克斯 還有哪些東西可以用 課程 我有那麼多